德国车厂福斯5月10号在柏林举办年度股东大会 董事会主席拨气话才说到一半天外却飞来一块蛋糕 福斯被人指控涉嫌使用中国的血汗劳工 主席等人被丢蛋糕 发言也被打断 让他不满回呛 人权团体批评福斯在中国新疆的工厂是逼为乌尔人强迫劳动的共犯 抗议人士首举标语高呼口号 结果遭到保安驱离 不知场内有人丢蛋糕抗议 会场外面也聚集多位抗议者谴责福斯破坏环境 对抗气候变迁的努力做得不够 2015年还作弊 篡改数据 降低废气排放 躲避官方检查 福斯长久以来是中国最热销的汽车品牌 不过近年来卷入新疆强迫劳动的丑闻 受到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代表库尔班质疑 呼吁福斯撤厂 不过福斯强调没有在新疆工厂发现侵犯人权的事迹 坚持继续生产 三里新闻 许天文报道 我们好了吗 我们好了 来 difícil 希望让我们下wn了